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记者杨丽周末接到了一个任务 看管邻居的小朋友一天 为了逃小宝贝的欢心 他们俩特意来到了超市 但是这招似乎并没有什么效果 于是记者换了另外一个办法 一个小小的冰淇淋究竟能拥有多大的魔力 瞧小朋友高兴的样子 冰淇淋的诱惑力确实让他难以抗拒 这个小朋友特别爱吃冰淇淋 但是我真不知道这个冰淇淋是怎么做出来的 到底是用什么做出来的 我其实觉得呢 还是我自己亲手做一份冰淇淋 更健康 因为我可以控制里边到底有多少糖啊 放什么东西啊 而且可能更安全一些 说起来简单 但是做起来难 要想做出冰淇淋 先要做一番功课 看看制作冰淇淋都需要什么原料 冰淇淋的主要原料 包括牛奶 糖 植物油 和各种添加剂 同时也问问大家 是如何挑选冰淇淋的 假天是不是吃这个特爽 对啊 你家里边还有其他人爱吃吗 一般的孩子天天都爱吃 一般到夏天的热的话 小孩啊老人啊都喜欢要点这个 感觉这个东西还可能糖什么多一点吧 一天进来就让他吃两三个这样子 不断的吃太多 两三个也不少 要不然他就一盒都能给你吃了 不控制的话 看来大家对于冰淇淋 真是又爱又恨 好吃爱吃 但是又不能多吃 对于记者最为关心的添加剂的问题 大家都是怎么看的呢 大男友都一起说行级都是这不好那不好 但是我个人我觉得我喜欢到超市来买 我觉得应该是正常上市的东西我不太担心 担心这里边有没有什么添加剂吗 那是肯定会担心的呀 但是现在不都有寒门也东西吗 那寒天也不担心还都是去吃嘛 那也没有办法呀 没办法 那你自己做不就得了吗 那咱不会做的 要会做甜点自己得 自己不会做 别小看这冰淇淋 这里面的学问还真不少 记者亲自找来了冰淇淋的配方 马上开始自己动手制作 牛奶一旦来俩大的再来点白砂糖 到底能不能做成冰淇淋 我觉得我肯定没问题 取三个蛋黄 难不住一个 失败 这活真是不是特别好干 走着 两个 先别说错冰淇淋 这是在考验记者打鸡蛋的功夫 为什么要加入鸡蛋黄呢 原来鸡蛋黄里含有丰富的卵磷汁 可以起到乳化和增稠的作用 保持冰淇淋细腻的口感 这鸡蛋清具有美白的作用 待会儿抹脸上 走着 行 鸡蛋黄三个 牛奶 白砂糖 少放点吧 他说一百多克 我就少放点 记者严格控制自制冰淇淋中 唯一的添加剂用量 接下来将进入最关键的阶段 搅拌 而且这个动作 要贯穿于整个冰淇淋的制作的全过程 它是冰淇淋能否成功的关键 我直接拿一拿泡机不行 我怎么那么笨呢 小火加热 一边加热还得一边搅拌 这样的话才能让气体充分的进入到混合物里边 然后你出来的这个冰淇淋才会松软 有点要开的叶子 现在赶紧关火 加热是为了让制作冰淇淋的所有原料充分混合 但是绝对不可以烧开 因为如果烧废了 原料中的鸡蛋黄就会变成固体 我们想要的冰淇淋 直接变成了鸡蛋汤 哎呀 行 到时候给大家看一眼 经过加热搅拌后的冰淇淋原料 充分的混合均匀 变得更加粘稠 由于空气的加入 体积也膨胀了一倍多 这时就可以将冰淇淋封装冷冻 每隔三十分钟 搅拌一次 连续几次 自制冰淇淋 就要大功告成了 感觉 泡沫还在 还有那种 还有那种 很烹的感觉 明显就跟那个 冰棍不一样 冰棍是一大冰棍 这个话 有气泡 像不像广告词 细腻顺滑 自制冰淇淋也快成功了 搅拌完毕后 最后要将冰淇淋 冻印 记者的冰淇淋 能成功吗 记者自制的冰淇淋 能成功吗 大家看这个冰淇淋 已经基本上凝固了 感觉跟那个 外边买的这种冰淇淋 不太一样 全是小冰章 完全已经 这底下已经完全冻死了 味道还行 杀冰的感觉 但是不是冰淇淋 问题出在哪呢 我觉得可能是搅拌的 还是不够勤 你还多搅拌一下 看来做冰淇淋 这事还不能偷懒 真得说 一时搅拌一下 就在家里边 做冰淇淋 难道这冰淇淋 自己真是做不出来吗 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在一次朋友聚会上 记者自制冰淇淋 励志故事 引起了朋友的注意 一位擅长制作冰淇淋 达人 伸出了援助之手 我做是怎么做的呢 就拿牛奶 然后混上鸡蛋黄 然后也稍微加热一下 然后不停地搅搅搅搅搅搅 然后半个小时搅一次 然后放冰箱里边冻 冻两个小时左右 你家里边应该都是大冰茶吧 应该就跟冰棍的感觉差不多吧 是啊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料不够足 你少放原料了 少放什么了 记者放眼看去 桌子上有奶粉 鸡蛋 白砂糖 水果 没发现这原料的差别 最重要的是 你要油 奶油 你没有加奶油 这可是冰淇淋 好吃的一个关键 它能干什么呀 其实脂肪啊 在冰淇淋有特别大的作用 是在后面 它可以包裹住 包裹住这个空气 所以你冰淇淋吃起来 就会很松软 不会像冰锅那样那么硬 除了配料中缺少奶油 老师小梁 还配备了电动搅拌器和冰淇淋机 这叫做机械代替人工 这两样法宝 绝对提高了冰淇淋自制过程中 搅拌的效率 万事俱备 开始制作 原料混合 奶粉 白砂糖 鸡蛋黄 用60度的温水搅拌 当然千万不能缺了冰淇淋的骨架 奶油 当时我做的时候就没这个 你没有它 你是包裹不住灰气的 拿下去 有了高大上的机械搅拌器 原料的混合搅拌 变成了一件令人愉快的工作 所以说工业时代的发展 也推动了食品加工业的进步 下一步 有了这个冰淇淋加上以后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杀菌的过程 因为我们里面有生鸡蛋 里面可能会带入一些致命菌 这个大概要搅多长时间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经过半个小时的加热杀菌 搅拌后的冰淇淋原料 似乎也没有看出太大的区别 这真的能做出好吃的冰淇淋吗 我已经闻着一闻奶香 好 看到这边是吧 嗯 到这儿 嗯 待会儿做成冰淇淋肯定特别好吃 下一步 需要将冰淇淋冷却 利用这个时间 记者准备了芒果和柠檬汁 特别是柠檬汁会起到提味的作用 可以让水果冰淇淋味道更加真实 您看 行了吧 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放在冰淇淋机里面 然后让它充气冷冻就可以了 我做的那一步的时候 是我手动在搅 也可以 但是你因为原料里面就缺很多东西 所以那样的搅其实也没有意义了 所有原料添加齐备 冰淇淋机将冷冻和搅拌两道工具 合二为一 喝口茶 就等着冰淇淋出锅吧 看我们这冰淇淋 你看看这个已经比以前胀很多了 就算已经打进去很多空气了 而且也很黏 现在这个就差不多了 那我勺子准备好了 我们打开尝一尝 真的很像冰淇淋 这就是冰淇淋 这也要炒吗 对啊 你可以尝一下 你尝一下 嗯 真不错 这是不是细黄多了 给你做的 嗯 自己做的冰淇淋 自己说好吃不算数 敢拿出去给大家品尝评价一下 才算真的成功 来来来 冰淇淋 冰淇淋来了 来啊 你们来 尝一尝 刚出炉的 现在这就点自拍 赶紧发朋友圈 哎 这不错 好人的是我的最爱 冰淇淋了 这味儿太好吃了 今天做的这个就没有那种 那种加了糖镜那种 特别甜的感觉 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 比较自然的味道 很自然 对 没有感觉就是外面卖的那种 有一些 是很奇怪的味道 外面那些卖那个 产品那些冰淇淋 都有防腐剂 咱这没有 一点都没吃出来 哇 你能尝出防腐剂来 太牛了 我对那个特别明白 是吗 是吗 自制冰淇淋 获得了大家的好评 但是 花了一个上午 做出来一罐冰淇淋 只够朋友小聚的 要想满足大众消费的需求 就要去超市购买了 那么 市面上销售的冰淇淋 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 真的添加了 很多防腐剂吗 记者决定 轻浮工厂 一探究竟 穿上特制的厚底鞋 经过必要的卫生消毒 记者被允许进入一座 拥有七条生产线 每天可以生产 五十万只冰淇淋的工厂 这么多的冰淇淋 在这里 是如何按照统一标准 大规模的生产出来 工厂的冰淇淋研发经理 将为我们解开谜底 这边是整个我们 冰淇淋香料的制作车间 然后这个地方 是我们粉料的准备的车间 这个有指纹 还有这个是什么东西 现在是这样 我们只有有授权的人 才可以通过指纹的确认进去 包括我都进不去的 您都进不去 对 我都进不去 只有在这个地方 我们能看到产开的原料 所以我们必须严格控制它的安全 进入粉料车间的 所有冰淇淋原料 都是经过严格的品控管理 合格的予以放行 家里常用的鸡蛋 因为携带大量致病菌的隐患 也被植物原料所替代 这个呢 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控制盘 按一下它 按完之后 刚才我说的这些原料 都会到我们的这个火料罐里 然后它就开始进行配料了 我能按一下吗 可以 现在你可以按 是按这个是吗 对 F3 这不会就是整个这都平了 不会 没问题 大胆的按 这样我们就开始配料了 在互料罐的通道上 记者发现了一个特殊的过滤装置 内部安装了强磁铁 这个为什么有磁铁呢 必须要经过这个磁棒 其实它是一个长条的磁铁 假设像我们的糖吧 糖它在前期的处理 可能会有一些个细碎的一些金属线 或者呢 会有它的包装袋上 可能会有一些残留的一些很细小的东西 那么包装袋残留的东西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过滤器 把它过滤出去 那么金属线 我们有可能会过滤不了吧 那怎么办 必须要经过这个磁铁 这个磁铁是一个高强度的磁铁 这样的话它能把它完全吸入出来 保证我们浆料里 没有任何的实体安全的问题了 混好的浆料 输送到一台叫做军制机的设备中 通过强大压力 带动的活塞泵 浆料中的脂肪 会打散成细微脂肪颗粒 这是工厂里 冰淇淋生产的绝招 我们的浆料会通过注塞泵 然后把它的脂肪球 拉长 剪切开 然后再打散 这样的话 它的脂肪球就会变成 一微米以下的一个 非常小的一个脂肪球了 我在家里能这么搭吗 跟家里很难做到 因为家里我们是手工的去打 对吧 手工去打 你想我在这里头 是有很大的 很高的压力的 但是你在家里 我们手工去打 我们 我吃点劲也不行 吃点劲也不行 这原理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只能把它打散 但是不能把它变小 通过温度86度的巴士杀菌 在消灭所有的致病菌的同时 还要最大程度保留 冰淇淋浆料理的营养成分 我还以为冰淇淋糖里边是特别凉爽那种感觉 我还多酸了点 吃冰淇淋很凉爽 但是这个地方我们将来的制作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有巴士杀菌 这儿完成的是我们家庭制作加热之前的所有环节 也在这儿完成了 我后面带你去一个凉爽的地方吧 太好了 我们凉快凉快 这块再热 是 下面的就不那么热了 好 通过全封闭的管道 冰淇淋浆料进入老化罐 就相当于家庭制作中放入冰箱冷却的环节 在四度低温的老化罐中静置四个小时 将料理的所有脂肪球 蛋白和其他原料 各自找到自己的位置 形成冰淇淋的最终微观结构 接下来 谁也没想到 研发经理 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冰淇淋里50%是空气 什么 好的冰淇淋里 不知道吧 我真不知道 50%是什么 空气 我吃的冰淇淋里50%是空气 消费者购买的产品中 一半的是空气 这生意简直就是最好的买卖 但是为什么我们吃的时候 没有吃到空气的感觉呢 大一世 别小看空气的作用 没有这50%的空气 你的香滑细腻的口感是没有了 你看我们在家里制作冰淇淋的时候 我们都手工脚打 对吧 但是你手工脚打 它会进很少的气 然后呢 我们把它再放到冰箱冷藏 冷冻室里去冷冻 它其实相当于你的脚打 一边脚打一边冷冻的过程 管线可以从这过去 直接到冠装机回头 对 这边 就到那边就 对 到那边我们就可以看到 从生产开始 记者都没有机会看到冰淇淋的加工过程 从原料的进入到产品的制作完成 完全是一个全部封闭的过程 灌装好的冰淇淋 直接通过一个零下30度的大冰柜 完成速冻 最后还要经过金属探测器的筛查 才能进入冷库储存 这是我们金属探测器 然后它可以把不该带入的金属都打出来 看我手里的这个 看得到吗 这个 对呀 来看一下 这基本上 看都看不见 对 就这么点小的 它都可以打出来 要不你试试 我还真不信 就根本一点小金属 就掉到冰柜里边 然后它就能给铁出来 看一看 好嘛 宁可错杀一百 也不放过一个 大家你看到了吗 这是什么 这是上锁的 对 因为保证 掉进来的产品 不可以再拿出来 回到生产线上 这样我们才能保证 我们的食品安全呀 那这个到时候 最后会怎么处理 我们专门有QA的人员 会把它拿出去 然后如果有技术了 我们会分析 它的来源是哪 然后我们要把它 彻底解决掉 这种隐患 经过了重重关卡的 严格把控 看不到的浆料 终于完成了 华丽的变身 成为了一支 大家喜欢的 合格冰淇淋 这还不是最冷的地方呢 看到那里边吗 那里边 零下25度 真正的烟冻啊 我终于感觉到 到了一个 做冰淇淋的地方了 这为什么要这么冷啊 就是这样 我们做好的产品 必须处于一个 完全冷链的状态 然后包装之后呢 我们不能让它再热回去 热回去 我们产品就要化掉了 那么冰淇淋是一个 不可逆的 只有在我们真正的 零下18度的环境下 我们产品才能保证 我们丝滑细腻的 这个口感 所以说这个环境 必须要保证这个温度 然后进一步 我们进到冷库里边 零下25度了 那个时候呢 我们的产品 会进一步的 更好地保存 这也就是说 我们的冰淇淋 在这种温度下 不用考虑 微生物的自身问题了 然后呢 不会冻死了 肯定不用考虑了 对啊 所以我们也不添加 这也提示我们 在选购冰淇淋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产品的形状 是否有变化 如果变了形 则是产品在运输 或注存过程中 由于温度过高 融化所导致的 这不但会使冰淇淋 口感变差 也可能造成 微生物的繁殖 一天的调查结束 没想到 在工厂里 还遇到了 曾经学艺的老师 怪不得他冰淇淋 做得好呢 原来 他就在这上班啊 小梁在这里的工作 是冰淇淋研发工程师 工厂里的 所有新产品 都出自他所在的研发部 这下终于可以吃个够了 这种是极富想象力创意的 香蕉冰淇淋 还有汤原冰淇淋 点心冰淇淋 一下子吃了这么多好吃有趣的冰淇淋 我们的记者都担心会不会变胖了 其实我们在产品的包装上都给你提示了 我这每一份产品它大概能量多少 所以你如果是对这个健康啊 对这个身材啊有考虑的 有顾虑的你可以自己去计算一下 让自己每天收入量不超标就可以了 通过记者的亲身体验了解到工厂里生产的冰淇淋 考虑了众多涉及食品安全的问题 从制作工艺上 在家里是很难完成的 所以工厂里制作的冰淇淋口感更佳 当然如果有时间出于个人的爱好 在家里自己动手做冰淇淋 也不乏是一种生活的情趣 酱牛肉中国人最喜欢的肉类食品之一 记者亲身探访牛肉加工厂 寻找酱牛肉的加工秘密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挑香酱牛肉